HR的戰神 這次難得跑比較遠到粉鳥林這邊試試看沙地的魚種 像沙地有名的魚種 比木魚、牛尾什麼的我都沒釣到過 所以今天也是想要釣到這些看看 膠岩場地跟沙地的魚種都不太一樣 那我平常比較多都在膠岩場地 雖然浪有點大 但是我覺得今天沙灘釣是蠻有機會的 OK GO 今天用的是HR的戰神 40克 它是漫鐵 然後我是用海鹿乾拋 今天浪有點大 所以我站比較後面一點 所以拋頭距離大概會少個10公尺吧 那一樣就是丟出去 丟到你最遠能夠丟的位置之後 等它沉到底 然後關線盃 慢鐵的就這樣 拉個兩三下 然後等它沉到底 拉個兩三下這樣 重複 那竿子的抬高呢 比較能感覺到它 有沉到底的回彈 走 走 小魚 小魚 哇 什麼勒 哦 哦 哦 第一隻魚 這個是 哇 這是五仔 好了 OK 釣魚吧 那因為都在沙地 底下也不太可能會有 什麼礁石會把你鉤子卡住的地方 沙灘地形的魚種 幾乎都在底部 那我母線送1號啊 其實我覺得0.8號也是可以的 在沙灘釣就是能夠丟多遠就丟多遠 然後而且都要正對面的海啊 所以隨時要注意 如果大浪就真的要後退 釣魚好玩 但是同時也是有一些危險成分在裡面 所以像我今天就有穿這種 背心式的救生衣 那前面的水變濁了 所以我換一個比較顯眼的顏色 我算 我換成 粉紅色的 然後也同時換另外一個板型試試看 粉紅色一樣是後面有三叉鉤 前面一個 鐵板副鉤 然後呢 看這邊就知道 一樣後方重心 因為我要丟很遠 所以就是用後方重心 去吧 去吧 然後現在沒什麼魚況的時候 就可以把專注力放在一些其他地方 例如看看周圍有什麼地方有榨水花 或是 像表面有什麼不尋常的東西 或是垃圾流啊什麼東西的 就注意看看海面 任何不一樣的狀況 那邊就有可能會有魚群鎖定 有了有了 終於了 好啦 這就是我們今天的影線 如果喜歡的話 請記得訂閱分享 和小鈴鐺喔 謝謝